现在大家的画面看到的 我没有印出来的 因为其实不是很多字 所以没有特别印出来 我晚一点会上传到YouTube 还有也放回这个PDF 放在Google Classroom 纯粹给大家去学一下 这一本是《时代》雜誌 今个星期的一期 今个星期就选出了 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知不知道是谁 就是新任的美国总统Joe Biden 其实除了选每一年的风云人物 这一期《时代》雜誌 都讲了很多这一年的东西 包括这一版很有趣 就是这一年我们所流行的用字 有一些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有一些其实很像我们广东话的潮语 有些的字可能我们用下用下 会加了一些新的元素上去 英文其实也是一样的 又或者我们会将几个字 将它连在一起 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字 今年的2020年的 The Year in Language 当然《离不开》也是和疫情有关的字 首先第一个大大字 你看到这两个人 叫他做什么呢 原来这个是关于疫情的第一个新发明的字 叫做Covidians Covidians 来自Covidians 以及Idiots 大家都知道Idiots 这字应该不是好 这字是用来骂人 或是傻 或是白痴 这字 我们其实可以学一下这个词 我们经常说negative terms 其实有一个更深的字 叫做Perjorative 这个字其实解释了一些贬义的意思 一些贬义的词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字 骂那些是什么人 骂那些就是不守防疫规则 对 对 还走出街又不戴口罩 那些人 那就是叫做Covidians 有些大家都懂的字 但以往我们可能没有特别用的 例如是 我看新闻 你听到几个专家经常说 有些超级传播者 其实是来自英文的 这个字是Super Spreader OK Super Spreader 那就是说这些人 会传播一些传染病 Infectious disease OK Infectious disease OK Infectious 这个字 其实就是一些传染性的意思 一个形容词 OK 好了 接着 OK 这个也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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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想 我们上个月还好地地 和新加坡说 有这个旅游气泡 是吧 谁知道气泡都没开始 OK 就已经要停了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叫做旅游气泡呢 OK 原来都是源于Bubble 这个英文 那 为什么外国会将Bubble 这个字去形容一些 大家相同的防疫的东西 那原来呢 在这一年 Bubble的意思 这个所谓气泡 其实是说一班的人聚在一起 OK 那这里其实多数说一个家庭 或者一个 可能是公司的一个 同样一间公司的群组 OK 那他们呢 在防疫上 或者在个人的环境上 都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就好像一个气泡 就好像你们 被一个气泡包住 就是所有东西的条件 在这个Bubble里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 你不需要在家里戴口罩 对吗 因为呢 你家里的 和你一起的人 就是在同一个Bubble里面 所以你的家人 这么不幸 染了 其实 都很大机会 整个Bubble都会 都会染病 这个就是原来Bubble的意思 原来来自 就是 最初 一些NBA的球员 其实呢 他们在Disney World 整了一个 I isolation zone OK 就是一个 隔离的一个区域 OK 所以就 源于这一样东西 就有Bubble 这个字 其实都挺有趣的 这个字 OK 接着呢 这个我想不陌生的 是吧 Social distancing 但是呢 其实最初 去年 就是年头的时候 其实上一个学年的同学 其实呢 都有问过这个问题 OK 为什么不是Social distance 的呢 OK 为什么不是一个名词呢 社交距离 是吧 社交距离 那么 距离的名词呢 我懂的 是吧 我有读Physics 我一定会懂这个字 是吧 老师会教你Distance 和Displacement 的分别 是吧 那 为什么不是Distance 呢 其实我们单单说 现在这个人 这个 所谓1.5米 或者是 各个地方 有不同的准则 是吧 香港所谓1.5米 其实我们现在说 1.5米 真的叫Social distance 但是其实Social distance 你看一下英文的定义了 其实呢 我们不只是说 你和我距离1.5米 OK 而是说整个 社交距离的措施 OK 包括很多东西 例如戴口罩 是吧 其实保持一定距离 不要面对面说话 是吧 这些呢 都是社交距离的措施 所以Social distance 其实不是说1.5米 Social distance 是说整个 社交距离的一些政策 OK 就是大家要保持距离 不要碰对方 这些呢 整个就叫Social distance 那这里学多一个字呢 我们刚刚学了Infectious 是吧 OK 我们刚刚学了Infectious Infectious的另外一种同意词 就是Contagious OK Contagious 都是很高传播的 OK 很高传播的 OK 好了 有趣的字还有这些 OK 我们看看右手哪个字 OK 这个字呢 叫Quarantini OK Quarantini 是两个字 你看到英文怎么做一些潮语呢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很喜欢 将某几个英文字 将它黏在一起 OK 这两个字 他们会找到一些相同的读音 例如Quarantine 就是隔离 那 你想想这个是什么呢 你想想这一杯是什么呢 大家如果有看这个是什么 周星辞的 死了 那是什么 007 还是 他插着一杯Dry Martini 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OK 周星辞的电影是永恒的 我那些中学 初中学生 他都和我说周星辞的剧情 大家没理由不懂 OK 那 就是那杯 那些酒类的饮品 其实 OK 那这个就是说 大家现在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OK 还有呢 就是有一个Covid的lockdown OK 就是封城 所以呢 鬼佬很喜欢要怎么样 是的 尤其是英国人呢 天天都要出去做什么 他喝酒 你不让他喝酒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字 在家工作 和封城 不能出去和朋友一起喝酒 都要在家里 对着大家 Zoom 这样去唱喝一番 所以这个叫做 Quarantini OK 就是说那杯饮品 OK 都挺有趣的一个字 跟着 Zim Zim 这个是一个Colloquial Term 这个是解口语 OK 即不是书写的 OK 不是书写的 OK 就是说 这个特别是说 现在最近很多风风雨雨的TikTok OK 就说 很多男粉丝很迷 一些TikTok的一些网红 那些人就叫做什么 不是那些网红叫Zim 是那些粉丝 就叫Zim OK 就是这些人 就是很迷一些网上 尤其是TikTok的一些网红 OK 那就叫做Zim 好了 跟着 跟疫情有关的 我相信还有这两个字 就是 大家经常都是 大家经常都是on mute 是吧 OK 当大家在Zoom的时候 或者现在Google Meet的时候 是吧 大家经常都是on mute OK on mute 就是没有声 是吧 OK 那么 没有声到怎么样呢 没有声到 就是问问题的时候 都没有了声 是吧 是完全在习惯 OK 好了 接着呢 Blur stay 都很有趣 我觉得这些字 就是说 我们这一年 其实 好像 有很长时间 是留在家 变成了呢 变成了呢 你好像不太分辨 哪天打哪天 就是 每天都好像要lock 住在家 lock down 可能又要work from home 又或者 总之不能出街了 那些日子呢 都变得很模糊 好像坐牢 那样 OK 所以就叫blur stay 好了 好了 接着我们讲到最后几个 就是Karen 和Doom scroll OK 这一只字 来自 大家知不知道 什么叫meme 其实不仅是图案的 现在的meme 现在所谓 年轻人用的meme 其实是 除了图画之外 还有一些字眼 怎么说呢 是不是潮语呢 中文会译造 是的 我真的不太知道 怎样译meme才有字 总之是 他们会回Whatsapp 或者是 回一些社交平台 他们会用一些 例如 黑人问好那张照片 那个就叫meme OK Karen也是一个meme 最初 但是变下变下 就是变下大家常用的一个词会 是说什么人呢 OK 是说一些 他主要是说白人女性 OK 而这些白人女性 是带种族歧视 而且 总之 他们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的一些白人女性 原来现在用这个字 去形容 叫她叫Karen OK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很多潮语都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 最后就是Doom scroll 这是一个动词来的 OK Scroll的意思是你拿着电话 一路这样 这样 这样 掃 OK 而Doom 就是什么 大家没有玩过这个很经典的游戏 Doom 对 我小时候第一部砌完的电脑 我就是为了玩什么 我就是为了玩Doom OK 这个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射击游戏 OK 其实Doom的意思就是Destroyed OK 所有东西都没有 所有东西都摧毁 OK Doom scroll 其实就是说 你很上瘾 不断地去看一些新闻 而这些是好的新闻 还是不好的新闻 看看 都是关于什么 在社交平台关于什么 Bad news OK 所以才Doom 所以令到你觉得世界末日 Doom scroll 所以这个就是世界末日的意思 Doom scroll OK 好了 最后 除了疫情关于的字 其实还有两个都挺有趣的 就是和其他的示威有关的 这个是叫做acronym acronym的意思 其实就是我们将一些字的第一个字母 OK 摆出来 变成了一只字 这个就叫acronym 它原名就应该是Black Indigenous and Other People of Color 大家知道是什么事了 这个字首先出现就是在年中的时候 一个美国客人就被警察 什么 押着脖子 对吧 压着脖子 然后就死了 接着就引来一大串的示威抗议 对不对 接着有个口号就是Black Lives Matter 对不对 亦都出现了这个字 就叫BIPOC 不单止是Black 其实种族歧视不是只是歧视黑人 你去到我们这样的肤色的人 去到美国或者去到欧洲 都经常被人歧视 这里是说全部肤色的人 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最后 这个字 大家只懂得refund 那什么叫defund 我也是看到这一版 我才学会 这个又用得挺好 这个不是说回水给你 而是说一些政府的政策 或者这里直接是说 其实这个是源于法国的问题 不是香港 也不是泰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法国 几年前开始黄背心运动的时候 到现在 其实 他们都是对于警察的权力 他们都很多争拗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说 要defund 就是不要再给钱他们的意思 或者是拿回他们的钱 由政府那里拿回他们的钱 不是给人民 只是给政府 所以这个不是refund 这个是defund 这个是defund